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支特种护卫队 他们激紧过人 对入侵的敌人毫不留情 这是一门百步穿扬的武功 风过无痕 却带来盆满钵满的多营 回乡创业的大学生 且看他们如何八线过海 各显神通 你好 欢迎收看绿色时空 我是李薇 一说起土鸡 有人马上就闻到了 顿记的扑鼻香味 可是要把这土鸡养好 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即便是回家创业的大学生 也是碰到了一鼻子的灰 那到底怎么样 才能把土鸡养好呢 经历过多次失败之后 他们想出了这么几个好点子 在秦岭山脉的中南山脚下 有人正在把双拳舞得呼呼声风 王重阳宫是历代隐士 修身养性的地方 如今在这重阳宫外 却也有一位身怀绝技的世外高人 谁能学到他的武功秘籍 就可以收获大山里的三种宝贝 杨雄飞今年三十二岁 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羊土鸡 在深山老林里羊土鸡 小羊看重的是老家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土鸡放出去没多久 一连串的噩梦就开始了 伴随着一阵恐慌的骚动 鸡群突然就炸了窝 还没等杨雄飞回过神来 一只从天而降的老鹰 抓起一只土鸡腾空飞走了 一项鸡又是国家保护动物 咱不能触犯这个法律 读过大学的杨雄飞 法律史固然很强 但从心里来说 其实他并不愿意伤害老鹰 那有没有办法既能保护土鸡 又不伤害老鹰呢 听说这大山里面 有位世外高人 杨雄飞决定过去拜访一下 讨教一个两全其美的秘籍 针对杨雄飞提出的疑惑 世外高人传授给他三招秘籍 秘籍第一招 点草成兵 制作竹草人 竹子 大山里面很容易找到 擀面杖粗细的竹子 随便砍上两根 八千里面杖粗细的水分 产品 也许对于 这足备水分 自然尽管 就知道 ALD 尽管 这道具 灵众 故随便宜 照项 金 维 炎草成冰 这样一个不能移动的竹草甲人 真的能够吓走老鹰 守卫土鸡的安全吗 接下来密集第二招 搭建避难所 避难所的搭建相对更加简单 材料用普通的遮阳网就行 在空地上拉起一道遮阳网棚 目的就是遮挡老鹰的视线 给鸡群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 空地上多了一道遮阳网棚 这就减少了鸡群暴露的面积 降低了被老鹰发现的几率 而即便是发现了鸡群 如果空地面积太小 老鹰也不会冒险下来 老鹰他吃鸡的时候 他要在空旷的地方 他不能在山上去做这个 他要由上面直接服从下去 靠他那个劲儿 一下子把鸡叼起来 叼起来跑 如果说他一服从 在寿林里 他直接就飞不起来了 可即便搭建了避难所 万一老鹰真的冲下来怎么办呢 要知道鸡的视野十分有限 两只眼睛只能看到正前方 而天上的老鹰 恰恰处在鸡的视野盲区里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密集第三招 足见护卫队 什么 这大鹅还能看家护院 莫非小羊准备组建的护卫队 就是要买几只大鹅吗 我这是不买的 你要么是这 鹅到晚你抓去 你抓几只你拿几只 我送给你 一听说抓到几只 就免费送几只 小羊顿时喜出望外 行 我全部带了 你别后悔啊 不后悔 你抓你抓 你抓完了 你全部拿住 好 左边赶来 右边赶 来了半天 竟然一只也没有抓到 看到小羊抓鹅闹出了羊相 这位老哥终于软下心来 家里一共八只鹅 分了一半给小羊 鹅 它的警惕性高 不像鸡 它只能看在正前方的东西 它后方的东西 上方的东西 它能看见 它的视野比较快一点 如果它发现了 它一抱一抱 鸡船部就跑了 组建了大鹅护卫队 就好比安装了防空警报 如果有老鹰冲下来 视野开阔的大鹅会提前发现 并会立即报警 这就为鸡群及时躲进避难所 杨熊飞这才松了一口气 今天杨熊飞和往常一样 给鸡撒喂最后一遍饲料 谁都没有注意 一条蛇正悄悄地爬进来 吸引它的不是能飞会跑的土鸡 而是鸡窝里地道的土鸡蛋 我就想 蛇这东西满山遍野都会有 潮穴也特别多 这个东西你做也做不完 在秦岭的大山里面 野生的蛇到处都有 想要把它抓完根本不可能 露气渐消的杨熊飞 开始冷静下来 与其四处捉蛇 倒不如就地预防 可怎样才能预防呢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我想我姑姑养了 她养了几十年的鸡了 我说她有经验 小羊的姑姑从1988年开始养鸡 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 30年的养鸡实践 她摸索出了自己的土办法 用秦岭里的药材 来给鸡做疾病预防 周围好多人都问我药 药一药 因为我的药是纯天然的 就是野药 就是路边地边河边的那些草药 就是别人看不上的 我都把它利用上 小羊的姑姑 在预防鸡生病方面 很有经验 可她的药材也能预防 蛇吃鸡蛋吗 起来以后她就说 你养几条狗 本来以为姑姑会推荐几位 中药材来防蛇驱蛇 没想到姑姑的办法 更简单 养狗 即便是一只小狗 也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加上敏锐的嗅觉 从很远的地方 狗就能闻到蛇的腥味 如果有哪条蛇 胆敢侵入她的领地 小狗会毫不客气地扑上去 连咬带甩 知道蛇断了最后一口气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前面有大鹅报警 现在有小狗驱蛇 杨熊飞的土鸡护卫队 愈加壮大起来 有了小狗的忠实守卫 杨熊飞再也不用担心 她的土鸡蛋了 同样遭遇养殖困境的 除了杨熊飞 在果园里面养鸡的流向中 这几天也是一筹莫展 这鸡怎么买的 四十块钱一只 流向中的小鸡 顶多也就一斤半大小 却能卖到四十元钱 相当于二十多元一斤 是普通肉鸡的好几倍 就这么小的鸡 就能值四十块钱 你别看到这么小 这颗不是一般的鸡 这个是七彩山鸡 七彩山鸡 俗称野鸡又称质鸡 因为它的羽毛七彩斑斓 所以得名七彩山鸡 可眼前的这些鸡既没有七彩的羽毛 也没有斑斓的颜色 灰不溜秋的一点也不好看 刘向中告诉我们 它们漂亮的羽毛 至少要五个月大 才会慢慢地长出来 而现在它们只有四个月 这鸡好卖吗 好卖好卖 好卖惨了 为什么这么畅销呢 这个肉特别的好吃 还有就是如果煲汤的话 这个汤味特别的霸道 好吃的很 等不到漂亮的羽毛长出来 刘向中的七彩山鸡 就被人们订购异空了 刘向中的七彩山鸡 放养在了自家的果园里 树下的杂草和虫子 就成了鸡的美味 除草喂鸡两不耽误 这样的好事 让刘向中喜不自尽 可很快它发现 这果树枝条 接二连三地断了下来 好好的枝条 怎么就断了呢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经过仔细检查 刘向中发现 折断果树枝条的罪魁祸首 原来是天牛 天牛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 一种昆虫 它的身体壮硕 长着突出的触角 可这天牛 是怎么把树枝折断的呢 天牛的样子 虽然惹人喜爱 可它的幼虫 却喜欢在果树上注冻 被天牛幼虫 注了冻的果树枝条 遇上风吹雨打 很容易就被折断了 这天牛在树上 这鸡不会肥上去吃 这天牛吗 鸡它是要吃天牛 但是它壳太硬 它吃不了 吃不动 虽说七彩山鸡的野性十足 飞上树梢乃家常便饭 奈何天牛的幼虫 藏在了树身里面 而成虫又有坚硬的铠甲保护 即便是这七彩山鸡 拿天牛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果圆 天牛 七彩山鸡 究竟该怎样做才能达到一个平衡呢 面对刘相忠的困惑 世外高人送给他一件法宝 这是一副弹弓 刘相忠把弹弓拉开 稍作瞄准 手一松 百米之外的饮料瓶 完全命中 苦练一手百步穿扬的好功夫 可弹弓打得再好 和这七彩山鸡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打下来把他打烂了 那壳打坏了 他在地上他就会走死他 会把他吃掉 原来刘相忠苦练的打弹弓 就是专门对付天牛的 但见弹弓一扯一放 还来不及看清弹珠的影子 树上的天牛已经纷纷落地 被打中的天牛 坚硬的铠甲四分五裂 里面的高蛋白肉汁也躺了出来 闻到肉香的七彩山鸡 争先恐后地跑过来 开始享用可口的营养美餐 用弹弓打天牛 凭借着苦练而成的武功秘籍 刘相忠不仅解决了 令人头疼的果树断枝问题 还给七彩山鸡提供了 高蛋白的营养美食 真可谓一箭双雕 您瞧 眼前的这些鸡 它们除了羽毛黑 连鸡关 鸡腿 鸡爪 也全部是黑色 乌鸡呢 也俗称五黑一绿 五黑呢 主要是它的官司黑 毛黑 皮黑 肉黑 内脏黑 五黑一绿 绿呢 指的就是它的绿颗蛋 因为五黑一绿 很是稀罕 眼前的这群乌鸡 也被当地人戏称为 黑凤凰 黑凤凰的主人叫孟元博 今年29岁 大学毕业几年后 小孟回到老家 开始了自主创业 这个大家都知道 黑乌鸡是肉用型 兼药用型的 市场比较受欢迎 但是它就是说 养殖的过程中 受这个条件的限制 养殖的比较少 乌鸡在市场上卖价高 一方面 源于它的营养价值高 再者 也实现于养殖条件苛刻 养殖数量少 看准了家乡秦岭大山里 优越的生态环境 孟元博决定尝试一下 购买了一千只乌鸡苗 养了一下之后 你觉得还可以 在放育之中 采食这个虫子草 抗病能力也比较强 脱文结束之后 它基本是不生什么病的 借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不出半年时间 小乌鸡顺利地长大了 这在秦岭大山里长大的乌鸡 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 卖上一个好价钱吗 客户反映说 咱们这个鸡炖出来的汤 不是特别浓 肉也不是特别筋道 秦岭大山里的自然条件 那是没得说 可为什么养出来的乌鸡 就是不好吃呢 咨询了相应的专家 说这个鸡如何能提高 肉质更筋道 他们就说 只能是延长养殖周期 我们知道 一般的商品鸡 四五个月就长大了 这个时候 即使继续喂下去 鸡的体重也不会再增加 体重不增加 而饲料每天照常消耗 显然这是一个赔钱的买卖 可专家为什么还要建议 小梦延长养殖周期呢 专家告诉小梦 乌鸡之所以味道不香 原因就是没有积累 足够的营养和香味 而要提高营养和香味 就是要延长养殖周期 延长周期容易 可问题是 如何把饲料成本降下来呢 咱们这瓜果成熟的季节 有很多蔬菜瓜果滞销 能不能把这些拉回去 批量的拉回去给积位 不管是滞销的水果蔬菜 还是被丢弃的歪瓜烂桃 捡回来之后 都成了鸡争夺强吃的美食 春天割草 夏秋捡食菜叶和水果 冬天喂南瓜和萝卜 大家把这个鸡拿去吃了之后说 这个口感特别好 通过喂食捡来的瓜果蔬菜 孟元博找到了一个既能降低成本 又能提高乌鸡品质的好办法 乌鸡的品质好了 可很快 小孟又开始担心起了 他的绿壳鸡蛋 为了给鸡补充更多的蛋白 我也整天想办法 看如何是能让鸡吃到更多的虫子之类的 如何让乌鸡改善伙食 提高绿壳鸡蛋的品质呢 针对小孟的疑惑 世外高人送给他一个锦囊妙剂 挖地龙 地龙的俗称是蚯蚓 蚯蚓富含高蛋白 经常用蚯蚓四味 可以改善肉蛋奶的品质 蚯蚓除了雨后钻出来透气外 平时都会躲在地底下 怎样才能让乌鸡吃上更多的蚯蚓呢 拿铁纤过来 在潮湿的地方翻了一下 翻了一下 大家发现头底下蚯蚓也确实挺多的 一翻之后 鸡就过来做湿 在潮湿的地底下 果然翻出了不少蚯蚓 喜出望外的小孟翻得更起劲了 可翻了没多久 它就开始叫苦了 整天本来弄得腰酸腿疼的 你翻了蚯蚓就没时间去干其他事情 靠铁锹挖蚯蚓 虽然也能挖出不少 但终究是费时费力 偶尔挖一次还可以 如果天天都这样挖 小孟这瘦肉的身板很快就得累趴下 偶尔一次跟朋友聊天 朋友说 现在谁还翻蚯蚓呢 人家又养蚯蚓呢 绿色时空正在播出 听说这蚯蚓还能人工养殖 小孟顿时眼前一亮 养蚯蚓普遍用的是牛粪 可附近没有养牛场 找不到牛粪怎么办呢 没有牛粪和猪粪能养群 正好咱也养了十几头猪 没有牛粪可猪粪是现成的呀 为了增加乌鸡的活动量 小孟还专门养了几头猪 每天把猪轰出猪圈 就在山上和乌鸡一起自由活动 这猪属于杂食动物 冷不丁的也会咬住一只鸡开开荤 所以败猪所赐 这乌鸡现在也被锻炼得格外灵活 就回家试了一下 把猪粪全部堆起来 在头里放点蚯蚓抓进去 放在那个粪里面 看能不能自己能繁殖出来蚯蚓 俗话说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孟元博把蚯种到了猪粪里面 能不能得到更多的蚯蚓呢 管理方法是一样的 只是这原料从牛粪换成了猪粪 莫非问题就出在这猪粪上 我们知道牛吃的是草 牛粪里面的碳含量就相对较高 而猪是杂食动物 猪粪里面的碳含量就少了很多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这蚯蚓喜欢的恰恰是碳氮比高的食物源 原因找到了如何增加猪粪的碳氮比呢 我们就再次把那个稻草什么加进去 为了提高碳氮比 小梦在猪粪里面加了很多稻草进去 在高温高湿的环境里 稻草开始发酵腐烂 加了稻草的猪粪真的就能把蚯蚓留住吗 这样多次尝试了之后 我发现蚯蚓特别多 在猪粪里面参加稻草 不仅留住了蚯蚓种苗 还成功繁殖了更多的蚯蚓 人工繁养的成功 让小梦的乌鸡大饱口福 绿壳鸡蛋的品质自然也就上去了 几个回乡创业的大学生 刘向中用弹弓打天牛 杨雄飞点草成兵 组建特种护卫队 孟元博废物利用 用猪粪收获了更多的蚯蚓 从而提升了鸡蛋的品质 土鸡歪痒 巧赚钱 八仙过海显神通 随着大学生队伍的加入 临下养殖的道路 也必定越走越宽 高品质的生态养殖土鸡 正在跨入黄金发展期 既要仰望星空有情怀 又要脚踏实地 让自己的事业活下来 这几个大学生就是这样 扎稻草人 搭避难所 组建大鹅护卫队 甚至还打天牛 捉野蛇 用猪粪养蚯蚓 千奇百怪的歪办法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土鸡养好 养出高品质的好土鸡 临下养殖 还有哪些奇招妙法 哪些赚钱门道 以后的节目 我们再跟您接着说 好 想来在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 微博 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也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 感谢收看绿色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